各位同學,我先講 各位,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桌面上有一個 mini vertical milling machine 它是放在台上的 算一個小型的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種小型的 我們就請這兩位同學 來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這種小型的 比較小型在桌面上 不要像是靈敏撞床的類型 又稱台式撞床 那我現在問一下 各位就是腳床 有沒有可能是用在腳刀的 你翻翻看 你翻翻看 我是觀眾 我就要問了 會不會是腳刀 這個是平的 平的對不對 平的東西就沒辦法賺 平的東西就沒辦法賺 平的有可能是洗刀 洗床 都是這樣 沒有 換句話說 我跟你講,其實這個東西 它只是換洗刀 它本身還是一個鑽槽 它本身還是一個鑽槽 所以它可以再換 對 好不好,你的觀念要有 它可以換那個鑽頭 不過現在 它上面裝的是平的 洗刀 OK,好來,你繼續介紹鑽槽 先把這觀念明清 它這個是屬於自動的 手動的,不是自動 你怎麼知道它是手動還是自動 從哪邊看 因為它 它從頭到尾就是 從頭到尾就是 從頭到尾就是 用這個短 可以知道 就是要自己存 它只有三個地方可以用手動的 這個 這個也是 欸,那我問你 這個是控制什麼 控制這個高度 上下 這個呢 這個是控制左右 喔 這個鑽床 床台的左右 那這個呢 這個是控制前套 唉唷 你看喔 它在動這個 這個就前跟後 欸,沒有錯 好 那繼續介紹 那這個是 這一種是 欸,這個是什麼 你現在摸到這個是什麼 V型皮帶 這個算V型皮帶 V型皮帶 你要做什麼樣的 速度 速度 不是啦 他們看錯了 各位同學 他看到鑽床的操作員 這是變速傳動機構 嗯 這個是在裡面的 傳動的 你現在看得到這個東西 只是我們在 鑽的過程中 會產生 鑽穴 或切穴 它用來保護而已 不要讓它跑到後面 這樣知道嗎 嗯 你要把這個觀念弄清楚 不是這個東西喔 嗯 好,來 繼續 這裡 這裡算是工具頭 工具頭 固定於床 對 裡面會有變速轉動機構 還有進到裝置機構 哦 你看這上面有馬達 哦 哦 來,繼續 這個是床台 這個是床台 對 這個銅銜摸到的地方 這個東西就是床台 好,繼續 下面這個是底座 下面是底座 很好 他手摸的地方是對的 對 這個是他的一個中柱 齁 直立柱 好,繼續 對 對 那你發現這裡在轉的地方就是這個東西嗎 那你發現這裡在轉的地方就是這個東西嗎 對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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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 你拿的這個東西叫做什麼東西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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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我覺得它很像某種板手 退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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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這個叫做這個 它叫板手 看一下 這個 在我們手工具前面有教 來 我們之前手工具有教 你都沒有好好複習一下 這個 鋼型板手 對 這個東西叫鋼型板手 你唸一下 恭喜板手 是什麼東西 唸一下 特 特殊之板手 主要用於調整或鬆緊 具有凹槽或削孔之基建 哦 就是這個 這個有凹槽 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才用這種來去退它的 這個是走環 對不對 對 好 那你們今天有親自看到這個鑽床 桌上去的鑽床 好 還有什麼要跟我們大家分享的 那這個是套頭 對 對 這個是 鑽頭夾頭 這個是鑽頭夾頭 對 那這個是 那個就是鑽頭 或者是洗刀 它可以更換 更換 好 還有什麼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的 你們好不容易哦 今天有看到我們的桌上洗 這個洗鑽床 來我們看一下這裡哦 有沒有 它是可以當洗床也可以當鑽床 只不過以這一台來說 我們現在上面裝的是洗刀 所以我們就把它當作洗床來用 對 OK 好 這個再更換的時候 這個也可以再換成鑽床 沒錯 也可以換鑽頭 你今天親自看到你就會比較有感覺 對 還有什麼要跟大家分享的 報告 報告就是我 了解 好 這個在我們課本第幾章有啊 沒有 第四章 鑽床腳筒跟公螺紋操作 希望你們今天看到這個東西 實體會比較有感覺 來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兩位同學 手上拿的是扳手 不過呢這個扳手大家很少見到 我們親自拿食物 請這兩位同學來看介紹 請你介紹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活動扳手 然後得寬度大小可供 是羅帽的大小去調整 可是因為是活動扳手 所以受力的話比較沒有那麼好 所以如果有梅花扳手或者是開口扳手的話 盡量還是使用 OK 他說因為這是開動活動的 所以受力沒那麼好 那你以後要搭配這個羅帽 或羅丁 好繼續 這邊這個是梅花扳手 唉唷 他拿著這個扳手後面 有梅花扳手的作用 來看一下 梅花扳手就長得像這樣 這是多功能的 來你稍微介紹梅花扳手有幾尺 梅花扳手共有12尺 好請說繼續 這個是管前扳手 這個在台灣境內比較少看到 這是管前扳手 台灣境內比較少看到 大小也可供管子的大小去做調整 管子 所以它是用來旋轉圓管 對不對 對 對 還有呢 今天看到了這個 你看它就有鋸齒 因為圓管 有時候 我們需要 轉動它 必須要有鋸齒來增加摩擦力 這叫做管前扳手 管前扳手 你看這個 在課本的第六頁 你今天有信看到它 還有沒有什麼要跟大家分享的 保養啊 或使用上要注意的事情 這個 這兩者 這個都是可以拆下來的 平常可以 時分時期做個保養 看它生鏽或什麼 生鏽的話 要怎麼保養 加一點肉 上油 上油保養 好的 還有呢 就這樣 大概就這樣 這個是 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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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反手 OK 來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同學 他拿了一個 手錘 手錘忘名思義 就是 手錘拿的 叫手錘 手錘的介紹 在我們機械基礎實習的第一章 就有這個介紹 那我們今天看到這個實體 我們請這位同學 來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來請說 手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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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由 頭部和手錘 這兩個部分組成的 頭部在哪裡 你用手給我指出來一下 頭部 那手錘部分呢 木頭的地方就是手錘 好 繼續說 材質可以分硬錘跟軟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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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同學你下課可以 這個是硬錘還是軟錘 這是硬錘 這是硬錘 鋼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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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平面 這有尖尖 課本上 球面 球面可以打錘釘 或者是曲面的打型工作 不過我們現在手上的這個是尖尖的 還有什麼要跟我們分享的 它可以當一般機用 消極 消極 保養要注意事項 看這裡 有什麼東西要跟我們大家分享的 手錘方面 燒輪機將其磨除 燒輪機將其磨除 什麼情況要磨除什麼 吐起毛邊 你看一下這裡有沒有吐起毛邊 好像敲久了 旁邊就會吐起來 有沒有看到 你手摸摸看 對不對 有凸凸的 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用 煞輪機 去把它的 吐起的毛邊 把它磨除 對不對 還有什麼要跟我們大家分享的 使用的時候 手盡量握末端 握末端 握末端 敲擊的時候拿後面 敲擊的時候拿後面 不要拿前面 為什麼 手會被打到 手會被打到 還有第二個就是利幣 利幣比較長 施力幣比較長 敲起來會比較好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什麼要跟我們大家分享的 差不多了 手槌其實也沒有很難 你去拿木槌過來 手槌 打木槌 要叫廊頭 廊頭 平常是木至旁 金至旁 注意要打裸 這裸 這個是軟槌 軟槌 所以你看它是用木頭做的 軟槌 軟槌在這裡 它比較超級不傷弓箭表面 有的这边是塑胶的 橡胶的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软锤 硬锤 两个都叫手锤 OK